蘋果手機在內地的出貨量市佔率下跌 但內地整體買這些智能電話的出貨量 其實是升了一成的 而市佔率頭五位都是被內地廠包辦 在香港上市的那些手機設備股 除了瑞昇的收入佔比最大的蘋果之外 其實很多其他的收入來源 都是供貨給內地的廠商 反而會不會這個數據 對於這些手機設備股來說是一個好的數據 除了供應給內地手機的品牌 Bini不得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揮 最重要的是大家將大方向 除了看手機出貨量 就是AI手機究竟對不同品牌 他們可以再提升吸引 相對地有沒有新的投資者 我們說存量和增量 增量的用價 在這方面能夠有幫助 這反而市場比較關心 以而似乎大家都看到 例如在這個星期 信譽公佈了營起 但相對市場為何反應 都是一般 或是早的量的股價 公佈後不升反跌呢 就是因為最主要大家看到 可能因為覺得 如果手機是用AI提升的功能來講 反而是他們自家的軟件大動 甚至乎在聲學方面的大動 反而在鏡頭方面來講 再進那部星期 就沒有以前一定要在像素出發 或者再推動在CAPEX 資本來講 比以前模組各方面來講 沒有再提升空間或步速那麼多 所以聚焦的情況 大家和手機的概念或AI的概念 就已經轉移了 所以對鏡頭來說 對未來的盈利增速增長來說 就不要戴以前的困境 是否走得一定快 但瑞星可能是否會同步一點 與蘋果的業績 因為iPhone如果按年按季的收入 都是倒退的話 買瑞星的零件都會少了 都會有影響 但此少比獎 其實大家在版面看到 它還有小米或華為 如果它在星學方面 能夠配合到AI方面的大量發展 蘋果行得慢 但如果其他品牌在這方面 它都能夠做到成績 市場對它的看法 因為AI負能的正面度來講 可能仍然會比順與優勝 其實在股價來看 兩隻出現比較大的對比 都已經反映了大家對資金或熱錢 在這兩個項目的看法分別的程度 我們也講到之前有些型起 信羽出了一個型起 就賺到至少1.4倍 優太的型起 亦都說上半年 按年可以多賺至少4倍 他們不約而同 都是說 智能手機市場的復甦 就幫到他們業績的表現 這只是上半年已經有幫助 都還未反映未來的AI手機換機潮 即是整個市場的緩暖 對於設備的帶動 應該還可以反映 有條件的 也算是花漂亮了一個頭 除非下半年 可能單方面一般 或者有些脫腳情況 否則上半年一般 都已經有成仙介入開始 甚至下半年 通常他們的負運 各方面亦遇上半年 已經比上半年優勝 所以都是比較正面 對股價來說 我相信資生的程度 雖然擔心有地心吸力 但是抗跌力 還是超前看下半年的推動 起碼股價硬陣程度 會比較幫助大一點